可尔比卡文顿又将矛头对准詹姆斯 勒布朗·詹姆斯 我恨美国队长 当我听说他要成为奥运会闭幕式棋手时 我还以为他会举中国国旗 勒布朗怎么了 你最终给那些为你做广告的孩子和妇女 带来了平等和正义吗 还是他们影响你赚钱了 卡文顿和詹姆斯在政治见解上有不同 经常批评詹姆斯 不过 詹姆斯从未回应过他 白大拿挑战赛60期 丁蒙和对手都没拿到合同 十名选手争夺进入UFC的机会 有四人拿到了合同 中国选手丁蒙 一致判定输给对手 没有拿到合同 不过对手也没有拿到 其他四对选手的获胜者 都是以终结的方式拿下比赛 获胜者都拿到了合同 阿迪萨亚有望第三次拿到中量级冠军 阿迪萨亚是 UFC历史上14位 以不败战绩 赢得无可争议冠军的选手之一 他是这群人中唯一一位 两次夺得冠军的人 阿迪萨亚有望成为 UFC历史上第二位在单一辆级别中 三次夺得冠军的选手 兰迪·库卓也曾实现过这一成就 阿迪萨亚在UFC中量级比赛中的 平均比赛时间为17分49秒 是该级别历史上最长的比赛时间 阿迪萨亚在UFC236中 四次击倒凯尔文·盖斯特鲁姆 创造了UFC冠军争夺战的 单场比赛记录 杜普莱西斯的UFC7连胜 是中量级最长的连胜记录 杜普莱西斯是UFC历史上 14位无可争议的中量级冠军之一 是UFC历史上唯一的南非冠军 是UFC历史上 无为以分析判定方式 拿到冠军的选手之一 亚历山大潘托哈 罗比劳勒 亨利塞胡多和卡拉埃斯帕扎 也完成了这一撞举 杜普莱西斯在UFC中量级的7连胜 是该级别最长的连胜记录 杜普莱西斯在UFC中量级比赛中 每分钟可击出6.49次有效击打 这是该级别历史上的最高记录 惠特克认为 黑龙和杜普莱西斯的获胜机会 各占50% 他们胜负各半 黑龙的取胜知识是多用次权 保持距离 不要被靠龙网 做好防衰 当然 获胜的话也是判定获胜 杜普莱西斯也有一半的机会获胜 保持潜压 争取把对方打倒 让对方精疲力竭 把比赛变成一场混战 即使没有终结 但坚持到最后依然是未免冠军 迈克尔比斯平支持杰克保罗参加奥运会拳击比赛的想法 实际上 我支持他这个想法 如果他真的参加了奥运会 这就不是他的推广赛了 他无法挑选对手 他也无法再选择58岁的选手了 咱们都知道 保罗上一次跟体型差不多的选手比赛时输了 我其实不是来批评保罗的 我希望他能参加奥运会 我非常尊重他能接受真正的对手和真正的挑战 达伦提尔建议阿迪萨亚打杜普莱西斯时多用一些假动作 给阿迪萨亚注目的比赛一些建议 多做一些假动作 杜普莱西斯很值得一些 然后你可以后退一些 找机会进行连击 要么吸击 要么用脚踢 你是精英选手 所以知道我在说什么 其他人不了解 但你会知道的 当他冲进来时 你要做你对五星哥做过的事情 他会冲进来 不要站着不动或者后退 而是站稳脚跟用连击或者膝盖攻击他的中路 我个人更喜欢用轴 看你们准备的方式 希望对你有用 贾姆罗特认为自己是UFC轻量级中最优秀的摔跤手 在我看来 我是轻量级最好的摔跤手 当然 马哈杰夫的水平非常高 他总是表现出高超的技巧 但如果我在笼子里遇到他 我想他打不倒我 但我会打倒他 那将是一场精彩的比赛 我希望他不要生重 而是留在轻量级 或许今年不行 因为我们没有时间 但明年我们会见面 看看谁是轻量级最好的摔跤手 黑龙跟人打招呼的方式 是否有让你耳目一新 我怕这个摔跤手 最后的摔跤手 是否有来 油身体的 野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